今天这个就是有个人发贴说了一下自己亲身经历的 那就是当局者 叫什么当局者的观点吧 然后旁观者看看吧 就吃瓜的吃瓜 就是其实这种这种事吧 自己经历的时候才最感觉最比较shocking 一般看别人的话都是感觉就是看热闹一样的感觉啊 那这个本身的话 我觉得这个描述的话 就是说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上层领导也被 就是说你裁人裁到最后自己也自己也被裁了是吧 啊这个事情呢 顺着上次的那个就昨天的新闻吧 反正他宣布公司Uber宣布 这个人呢就是说因为残员来的太突然 今天决定下午要执行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说明这个人没有做好准备啊 就这个这位发帖的同学我觉得 你们的market已经被裁了下一个明显就要轮到就就已经是暗示要轮到要裁engineer了 这个怎么会突然呢 这个就所以就是说 还是那句话 铁打的马工流水的公司公司做不好倒了很正常对吧 那公司裁你的时候是不含糊的啊 我比较好奇他这个残员给的包裹是多少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呃能不能说也没说对吧就是说是吧 啊 嗯说Uber当年吧对这个 这人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年大家都是有的是从大厂跳到Uber对吧 拼一下IPO当年Uber也是 就是我在那个打车系列公司分析也说过对吧当年还是几个独角兽对吧Airbnb Uber Pinterest还有jobboss也算吧反正 呃 都是形式很好的啊甚至那个recruiter都拽得要死那现在的话 呃一个个 就就Airbnb还行吧就现在看到上市怎么样了对吧啊就至少Airbnb在这几个公司里面应该算是最好的吧 啊 啊 那个 Pinterest怎么说呢也还行Pinterest经过了一段那个低迷的时期现在又稍微回来一点对吧 但是听到内部的员工还是挺有信心的啊 至少他们都上市了啊那Uber也是上市了对吧 但是就上市以后股价也不不给力对吧然后 现在就是裁员那么 讲到讲讲跳槽吧呃就是说 Uber确实很拼对不对 就是说他你你说你 对吧你你从好好的大厂大厂是比较安逸的对不对是吧 Uber呢他肯定不闲对吧肯定没有大厂闲然后 大家来干嘛呢不就图那个股票能涨吗就是说是吧 啊其实呃Uber走下坡路这个现象我觉得 呃老早就可以观察到了对吧他把 亚洲的市场让给了滴滴还有grab 在我大家可以看一看我那个打车 打车公司系列分析说这个事对吧 那这个迹象很明显了对不对 另外可以看到他打车这块业务是在萎缩但是大家也看到他那个eats呀他那个freight呀对吧 啊对吧atgfreight这些还是有有前景的项目对吧说明这些还是 呃可以的对不对就是说 适者生存吧就是呃 良情折磨而期对不对这种如果你到今天 才还跟我讲这个很突然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你 你你得有自己的perspective对不对 你选择一个公司 你得了解公司的走向你说你待在公司里面你竟然都不知道要裁员了 我连在外面的人都能知道你要裁员了对不对是不是 那那就很被动啊 而且还有那句话就是可能要常常刷题在手吧 因为你很长一段时间不刷题你突然被裁的话你要启动的话 你有一个code start相当于是对吧你你得refresh你这些做过题 你你你刷过题和你一段时间没刷你马上这个 就当然你要refresh也很快因为你做过嘛 毕竟你refresh的话也相对于你以前没做过会快很多对不对 毕竟那个基础在吗就是说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start对吧 对没身份的人的话 我建议没身份的人还是准备那个 准备好那个就是呃 时刻准备着对吧就平常也刷下题对吧你 周末总共有时间吧其实你到这种大厂 啊 的话就是说呃比较呃比较拼拼对不对 呃就比较难呃 就就没有时间刷题吧就是这么这么意思其实 呃 这我记得有个帖子啊很有意思啊顺便说一下 呃好像说flag什么样的人他说什么样的他他有个人发了贴说什么样的人能进flag这种公司啊 呃贴子我一时找不到了 呃我翻一下啊 呃可能不在公司里面吧什么什么样的人呃进 能进flag 对大概这里你看看 这个说挺好的啊 发现一个去跳去flag的规律对吧 干过三家公司他这里说这个规律就是说 最牛的和最杀的什么意思呢啊牛人就不用说了对吧就是他他真的很牛就是那刷题也很厉害 如意得水对吧他这个时候他跳槽呢往往是 他没时间刷题但是他能力在对不对对吧 他是呢可能 不一定追求前他就到了一定的阶段他 就是 呃追求更的那个新的那个 新的追求吧就是说他他可能 某种样的因为他牛人吧他总共给自己定立目标要一步步往上的对不对 他的目标在那边 那么能力差的 什么为什么能力差的也能去flag呢这样的啊就是说他 他那个on call啊就是 呃怎么都都轮不到就很很闲对吧 很闲拼命刷题对吧 我听说有就好像 听说有个qa就是没什么事的呢刷了 他大概刷了一年大概刷了 Litcode的那个1000多到期刷了4遍 然后跳到flag因为他比较闲他上面没事对不对 我知道有微软那个 我知道微软有人怎么看了半年的电视连续剧就是在单位里 因为他上面没什么事他没有太多 responsibility 对吧 那么他上班其实都可以刷别说下班了下班他其实大半时间在下班吧就这么说吧对吧 啊 所以说呢这个反倒是因为他有时间刷题嘛他反倒跳flag 所以说这种人 其实反过来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呢就是uber吧就去的比较惨的就是说 就是他没时间刷题对吧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你还你 这种公司你得push自己一下对吧你毕竟 另外你跳的时候呢 说要跳槽选择吧尽量选那种 在同样包裹的情况下尽量选清闲的如果你追求高包裹的话那你尽量push自己一下平时刷题对不对好吧 行吗 但是我 Snoop 相信这个ommen Scarra 什么